接上集 秀珍带着阿福一路跌跌撞撞想逃离韩国 可最终因涉嫌诱拐而被警察逮捕 警察粗鲁地将他们分开 秀珍低落的两行类足以说明 他早已把阿福当作了亲女儿 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面对警察的审问他却答非所问 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强调 孩子的书包还在这里 里面都是他换洗的衣服和玩具 麻烦警察一定要还给孩子 审问结束后他见到了自己的律师 律师劝他紧急避难 只需要写悔过书就可以争取无罪释放 可他却摇了摇头 他不想为自己辩解也不会写悔过书 只想老老实实接受惩罚 因为善因涉嫌虐待已经无权继续抚养阿福 所以他被送进了孤儿院 他告诉老师自己想去厕所 然后进去后叫门反锁 拿出了秀珍提前给他写好的信 上面说如果当你打开这封信 就说明我们已经分开了 从现在起你会见到很多陌生人 他们会问你各种问题 让你做一些不想做的事 逼你说一些不想说的话 但妈妈想告诉你 你对妈妈来说有多么的珍贵 读完信后的阿福重新有了动力 他抬头挺胸也敢于直视他人的眼睛 因为他时刻都记着 有一个好爱好爱自己的妈妈等待着重逢 他白天好好吃饭 跟朋友们也玩得很好 但一到晚上他就不睡觉 把自己的东西重新装起来 仿佛时刻都在等待着秀珍来接自己 也总是会在半夜被噩梦惊醒 在同龄的孩子里他却显得异常成熟 像个大姐姐一样帮助他们 看见伤心哭泣的小孩他也会给予安慰 警察大哥看见阿福很高兴的样子 似乎认为他过得还不错 可院长却告诉他阿福已经患上了抑郁症 最严重的问题是 他总用这种愉快的方式来应对自己的痛苦 警察大哥受秀珍的委托给他带来了书包 并告诉阿福秀珍马上就要开庭了 他一定会提供最公正的陈述 让他不要担心秀珍妈妈 然而此时的秀珍却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不被世人理解 所有人骂他诱拐犯 还被各大新闻报道 生母看见无可奈何的女儿也是心痛不已 养母也病倒在床靠着输水维持 她不想坐以待毙 坚持要为秀珍出庭作证 另一边的善英也没闲着 她花重金请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律师 一定能为自己洗脱罪名 而且她很自信阿福绝对不会承认自己被虐待的事情 可律师却递给她一份报纸 她想起来曾经有个女人采访过她 这个人正是秀珍的三妹 善英都要气死了 居然把报告写得如此公正 而且还挖出了她和西九一起绑架阿福的事件 律师叫她别慌 一切她自有办法 很快善英的初审开庭 这一次阿福学校的老师也来作证 她拿出秀珍曾经寄给她的文件 那些是阿福受虐的证据和录音 可律师却反驳道 这些都是孩子被拐走之后拍的 根本没有可信度 看来这个律师有两把刷子 老师接着又拿出报纸 指认她和西九共同犯罪绑架孩子 结果又被律师一口否定 把善英和西九的关系撇得一干二净 最后养母亲自上场 还把阿福被绑的照片放到大屏幕上 情绪明显非常激动 陈述他们这种行为 已经深深伤害了孩子的感情 如果不是刻意伤害的话 怎么会给我发这种残忍的照片呢 谁知善英反咬他们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把自己唯一的孩子带走都不认自己妈妈 而且绑架的事情她也不知情 案发时她都不知道孩子在哪 全都是西九的座位 跟她扯不上任何关系 养母怒斥她为了一个男人 做出伤害孩子的行为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妈妈 说完便当场晕倒在地上 就在他们上去搀扶时 善英在人群中认出了老三 指出了她和秀珍的姐妹关系 因为是诱拐犯妹妹写出的报道 所以没有人会相信 反而还为善英做了好事 因为这个原因老三也被报社马上开除 永远不能再当记者了 接下来是秀珍的出身 善英请的原告律师也大有来头 一直咄咄逼人 而作为被告方秀珍的律师却一言不发 法官问她怎么回事 律师却说是秀珍的意思 如果为她辩解就会被解雇 因为秀珍不打算为自己辩解 她决定承认所有的罪名 在善英的二审庭审上 法官要现场连线小慧 让孩子亲口说出事情的真相 善英之前还跟律师嘚瑟 认为小慧一定不会说出实话 一定会跟以前一样袒护自己 如此一来自己就有可能无罪释放了 随后法官接通连线 法官问小慧你的妈妈打过你吗 小慧说打过 法官让她具体一点 什么时候是怎么打的 小慧却犹豫了她不想说 没有继续回答让善英很是得意 法官接着问2017年12月12日 妈妈在楼梯上推你了吗 小慧没有回答 更确切地说是不愿意回忆 但小慧还是说了一件事 去年在非常冷的冬天里 妈妈的男友让我感到害怕 在我嘴上涂了妈妈的口红 妈妈说我很脏 打了我之后拿出垃圾袋从我头上套下 然后把我扔在了外面 如果后来不是秀珍老师及时赶到救了自己 自己早就冻死了 小慧的这段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善英也意识到 小慧早已不是从前的那个小慧了 这次的审判他输得非常彻底 善英因涉嫌多个重大罪行 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所有人都看清了他的丑恶面具 对于这个结果一家人欣喜万分 养母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老师将这个结果告诉了阿福 这意味着他再也不用回到善英的身边了 可他却没有很高兴 但也没有丝毫难过 另一边的法庭上 善英的律师指认秀珍的做法极其不妥 伪造孩子死亡的假象 私自带走孩子逃走 还企图用假的护照非法偷渡 让孩子陷入了更加违法 更加危险的状况之中 秀珍任由对方一直说一直说 他却从头到尾也不为自己辩护 一旁的警察大哥都听不下去了 他要作为证人讲述自己办案时的经历 他表示秀珍带走孩子 一没威胁家长 二没勒索钱财 唯一的目的仅是带着孩子离开 他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所有人都说 二人看起来如同真正的母女 就连小慧本人也一直叫秀珍为妈妈 被告人秀珍承受着自己人生的巨大损失 以必死的决心带着小慧逃跑的行为 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释吧 初审结束后 警察大哥带给秀珍一个饮料罐 上面是阿福写给他的话 说自己现在过得很好 对于秀珍不为自己辩解的行为 妈妈对他非常失望 难道你不想快点见到阿福吗 妈妈鼓励秀珍要振作起来 就像当初我为了见到你一样 每天都在拼尽全力 还鼓励他是可以做到的 最后的审判秀珍没有犹豫 这一次他抛开法律 站在一个妈妈的角度上果断为自己辩解 他从来没想过要当妈妈 因为自己从小就被妈妈抛弃了 一直都没有自信能承担其母亲的称号 直到他遇见了小慧 看见他满身伤痕被丢在垃圾袋里 看见他在夜晚穿着单薄的衣服 看见他明明被打还谎称自己很爱妈妈时 他就好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在妈妈杀了那个男人后带着我一起逃跑 和我拉着小慧一起逃跑一样的关系 不知不觉中自己就成为了小慧的妈妈 甚至再也无法和他分开 如果你问我 为什么不报警或者求助帮助 与其让他接受各种询问和惊吓 与其让他被带到各种收容所 避之担心是否会被送回去 比起这些 不如我第一时间就抱着这个正在瑟瑟发抖的孩子 即使给我严惩我也甘愿接受 如果再来一次 我还是会拉着他的手逃跑的 秀珍的这次发言感染了所有人 让人们感受到了成为一个妈妈的伟大之处 最后经过法官的酌情处理 判处秀珍一年有期徒刑缓期两年执行 也就是说他就在此刻恢复了自由 当阿福得知秀珍妈妈不用坐牢的事 从心底里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只是现在二人还不能团聚 秀珍目前没有领养孩子的资格 阿福只能继续留在孤儿院 晚上他回到家 看着阿福写给他的话 无尽的思念涌上心头 这时客厅的电话响了 阿福趁着老师们睡着 偷偷来到食堂拨打了电话 他问秀珍什么时候来接他 我还在这儿等着你呢 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秀珍那边早已泣不成声 可这一次秀珍沉默了 因为被判缓刑两年 这期间他不允许接近孩子 只能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既然妈妈不能来接他 阿福决定自己去找妈妈 他先上网查询了火车票的价格 然后在上课时找老师要了一张地图 随后在地图上画出了逃走的路线 等夜里别人都睡着了 他便开始收拾行李 当他把所需价格全部算好之后 却发现还差四万韩元的车费 在为此发愁时一个小男孩帮助了他 小男孩也是被家人丢弃的孩子 虽然已经六岁了却不怎么开口说话 阿福平时与他聊天 就把对话写在纸上进行交流 在他知道阿福的想法后 他把阿福拉到了旁边 然后拿出几张钱支持他回去找妈妈 还给他加油打气 最后像个大姐姐一样拥抱了他 于是当所有小孩都在看电影时 他抓住这个机会偷偷溜出了观影室 接着俯下身子缓慢行走 成功躲过了前排的视线 来到大门前 他戴上外婆送的幸运项链祈求好运 接下来独自一人跨越一千公里 再次踏上了寻找妈妈的道路 还成功地坐上了火车 此时的养母已经放弃了治疗 从医院转到了家里 几个女儿也在忙前忙后地照顾她 包括秀珍也一直守在床前 陪伴养母度过最后的时光 此时老三在种花时 居然从地里挖出了一个盒子 里面装的正是领养申请和录像带 他回房播放录像后才发现 不仅秀珍是领养的 他和老二也是领养的 正巧老二来喊他吃饭也看见了录像 他不敢相信 里面被抱着的这个小孩就是自己 直到看见了自己的领养申请书 他气冲冲地找到母亲 一把将东西扔到床上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亲生的 还为此感到骄傲 可现在自己就跟个笑话一样 秀珍赶紧解释说都是自己的主意 让妈妈瞒着你们的 因为不想让你们跟自己一样 总被别人用怜悯的眼光看着 但现在的他情绪激动根本不能理解 夜晚他打开录像带 看着秀珍姐和妈妈 陪着自己成长的经历 足足哭了一晚上 然后他给孩子盖好被子 似乎他也想通了 第二天一早 他做了母亲最爱吃的粥给他送去 眼前的这个妈妈对他付出了足够的爱 这跟亲生的又有什么区别呢 老三也找到了母亲 而他就看得很开 因为自己一直以来都很幸福 养母想告诉他亲生父亲是谁 却被他止住了 表示有些事情自己不知道也行 因为他早就猜到 家里的管家大叔就是自己的爸爸 从小到大 他对待自己的方式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一直以来的偏爱怎么可能察觉不到呢 他告诉秀珍现在还无法开口叫他爸爸 就用以前的方式相处也挺好 养母又找到秀珍的生母 即使自己很难受 但有些话他还是要说 就是等自己死后 让秀珍重新回到他身边 这样秀珍就还是有妈妈的人 他挺嫉妒的 自己没有当过真正的母亲 也真心羡慕能生下秀珍的人 这次生母也带来了礼物 那是秀珍小时候的照片 看见这个小小的人养母瞬间泪 拿着衣服爱不释手 不得不说养母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 晚上一家人欢聚一堂 吃着老二精心做的家常饭 有说有笑地讨论着小时候的秀珍 简直温馨的一批 饭后秀珍哭着跟养母道歉 陪伴妈妈的时间总是太少 如今因为阿福才知道了 当妈妈有多么不容易 而提起这个孩子也是养母唯一的遗憾 因为曾经说过狠话 间接性赶走了他 想想就很后悔不该说那样的话 而这时外面的门铃突然响了 秀珍不敢相信门外的 竟然是日思夜响的阿福 他赶紧跑出去打开门 阿福欢快地扑进了他的怀里 秀珍担心坏了问他怎么过来的 阿福说我找到一份地图 到武林车站是看着地图走过去的 然后到清凉里车站坐的火车 秀珍还是不敢相信他一个人找到了这儿 担心又责怪他怎么这么大胆 万一走丢了怎么办 母女二人紧紧相拥 这突如其来的重逢也震惊了全家人 老二单独给阿福做了饭菜 都夸阿福太了不起了 居然能独自跑那么远来找妈妈 此时的秀珍也给孤儿院打去了电话 在确认阿福的安全后 隔天还得再把他送回去 也就是说 经历了这一晚短暂的快乐 母女二人就要再次面临分离 但秀珍告诉阿福总有一天 我们会真正在一起的 就像妈妈和理发店奶奶重新相遇那般 没有人能拆散我们 夜晚阿福被声音吵醒 跟着声音他来到了隔壁的房间 却看见外婆坐在地上 看见阿福后他无比震惊 还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阿福将外婆扶起来之后 他又紧紧地抱住阿福 随后搂着阿福睡了过去 他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就这样一个善良的妈妈离开了 阿福将自己的项链取下还给了外婆 他们一起安葬了母亲 三个女儿永远不会忘记 这个妈妈是多么的伟大 接着秀珍买好票 要把阿福送回孤儿院了 到了门口 她却舍不得放开阿福的手 不知道下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紧紧相拥后 阿福主动跑开了 因为她相信妈妈 总有一天会来接自己的 两年后 秀珍一直没有找到 接回阿福的方法 但她收到了候鸟研究所的工作邀请 虽然这是个好机会 可如今她还是牵挂阿福 就决定走之前偷偷去看一下她 另一边的阿福 几近辗转去到了爱心之家 现在即将被一对夫妇领养 两年不见的阿福留了长头发 看起来既乖巧又懂事 但是脸上却没有了半点笑容 阿福跟着新爸妈坐上了回家的车 这一切也被躲在后面的秀珍看见 她的心里无比的难受 随后找到孩子的负责人 询问阿福为什么会被领养 原因竟是她不像的孩子 可她却太乖了 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做好 还会帮弟弟妹妹们剪指甲 因为太心疼这个孩子了 想让她得到更多的爱 但一定不会交给秀珍你 然后一口一个诱拐饭 没有资格领养孩子 园长警告秀珍以后 不要再靠近阿福 否则就会报警 另一边的阿福和新父母 来到餐厅吃饭 还点了阿福最爱吃的披萨 可阿福却全程板着个脸 不愿意和他们说一句话 此时的秀珍独自坐在公交站 过往的车开走了一辆又一辆 她默默流着眼泪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晚上阿福拿出秀珍的照片傻笑着 满脑子都是和妈妈的幸福回忆 她不去接纳新的父母 磨合了两天后 新父母把阿福送回了爱心之家 可一下车她就吐了出来 园长感觉很奇怪 因为阿福根本就不晕车 到了晚上 园长又发现她偷偷默默起来找吃的 难道说她没有吃饭吗 经过医生的诊断 女人才知道阿福这种巨石的行为 是堵上了自己的性命 来拒绝这对新的父母 园长看着阿福极心疼又无可奈何 不知道拿这个孩子怎么办才好 此时的秀珍也在努力地寻求方法 姐妹们一起商量着如何才能获取领养资格 毕竟缓刑已经结束了 秀珍想亲自领养阿福 老三也决定写一篇报道让媒体大众来为此发声 秀珍便隔三差五地找律师向法院提交申请 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自己的前科问题 领养小孩的其中一个条件 就是要获得当下监护人的同意 所以得搞定爱心之家的园长才行 他便主动找到园长说自己想领养阿福 可园长还是不同意 结果秀珍直接起身下跪 不管秀珍怎么哀求 园长都坚持说 要把阿福送去一个正常的家庭 可秀珍却说我知道你是真心爱孩子 可他叫过你一声妈妈吗 而他愿意叫我妈妈 能独自跨越一千公里来找我 我一定会努力做到对得起妈妈这个称号的 可园长还是拒绝了他 下午阿福再次坐上了新父母的车 女人握着阿福的手说道 我一定会好好当你妈妈的 知道你内向我们可以先从朋友开始做起 阿福抽回了自己的手 然后递给他一张纸条 女人看见后一切都明白了 然后将阿福送了回去 园长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女人便把纸条递给了他 原来上面写着 请不要领养我 我有妈妈 女人表示自己虽然很喜欢孩子 可这样只会让阿福更痛苦 所以不能当他妈妈了 随后园长来到房间问阿福 你口中的妈妈说的是谁 阿福回答江秀珍 阿福说自己哪里都不想去 只想等秀珍妈妈来这里接自己 如果自己被领养了 他一辈子都不想开口说话 园长抱住这个痛哭的孩子 似乎有被感动到泪流不止 随后他翻开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老三写的 上面记载了阿福被虐待 然后跟着秀珍逃跑和被逮捕的全过程 看完后园长终于想通了 他给秀珍打去电话同意了他的领养申请 他告诉秀珍孩子真的一直在等你 这次领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不要让他再次失望了 不然我也会无法接受的 随后园长请求秀珍这个周末 就把孩子带回去玩吧 秀珍激动不以焦急地等待着 因为这是两年来第一次见阿福 园长走过去将阿福亲自交到秀珍的手里 然后临走时又扑到园长的怀里 我妈 告别之后 阿福开心地坐上了秀珍的车 另一边的院子里 所有人都在等着阿福回来 看见秀珍的车后全都跑过去迎接 阿福一下车就扑到了外婆的怀抱里 老二的两个孩子也认可了阿福这个姐姐 这里才是属于阿福的家 孩子们嬉戏地玩耍 妈妈们就在一旁记录 开心地晒着太阳 晚上吃饭时 妈妈问孩子们都有什么愿望 阿福却说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那就是成为真正的阿福 每天都有炸猪排和蛋包饭吃 而且还是和家人一起吃 随后为了阿福能被顺利领养 所有人都付出了努力 老三为他们录像 想让媒体大众来为此发声 秀珍说我需要小慧 小慧也离不开我 老二说我也不是我妈亲生的 但她抚养了我 不是亲生生死亲生 生母说虽然我没能养育秀珍 但她有了孩子 我想陪在阿福身边 给我一个治愈过去人生的机会 连长也举着纸条 你看这是小慧写的 她说自己已经有妈妈了 那就是江秀珍妈妈 所有人都知道了她们的故事 就问谁还敢反对她们在一起吗 一个月后秀珍成功领养了阿福 她们终于成为了真正的魔女 再也不用分开 再次看向天上的候鸟 再也不羡慕她们了 因为有妈妈的地方 就是最温暖的地方 至此韩剧母亲迎来了大结局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 我是大鱼讲电影 我们下部剧再见